曾经被富豪丈夫赶出家门的扩台 如今却被富豪丈夫再次请回豪宅 女人本以为富豪丈夫回心转移要和好录出 殊不知 富豪丈夫只是为了再一次羞辱她 并且转报她自己将迎娶新任豪宅夫人 这个消息让后妈很是懊悔 她只能以看孩子为借口趁机留下来 但对于这个无恶不作的儿媳 婆婆恨不得将她立即赶出家门 对于奶奶赶走母亲的事情女孩很是不解 她哀求父亲留下母亲 就在几人周旋的时刻 卡拉的一句话让后妈再一次抓住报仇的机会 原来卡尔正准备为自己的新任太太巨额投资一样化了 这顿时激起后妈的嫉妒心 回去后后妈便找到自己的干爹 想让她为自己出一口恶气 干爹提出那不如绑架卡尔 既报了仇又能得到一大笔钱财 两全其美的办法何乐而不为 让人出乎意料的是 后妈不仅不肯参与 甚至不太同意干爹的做法 但是见钱眼开的干爹怎会轻易罢休 为了破坏干爹的计划 后妈不惜来到小奶狗的家中 希望他能帮助自己给卡尔通通报讯 万万没想到 干爹早已经派人跟踪在他的后面 不仅胖揍了小奶狗甚至再次绑走后妈 而另一边 浑然不知自己已经被盯上的卡尔 正在与合作伙伴签约 当卡尔去卫生间的那一刻 几名身穿酒店制服的男人早进来 趁卡尔不注意悄悄来到他的身边 一个眼神挤人将卡尔带出酒店 随后带着卡尔上了一辆车 为了不让卡尔看清路线 男子为卡尔戴上黑色头套 忽然卡尔问出主谋是不是后妈 可男子并没有理会卡尔 随后车子驶进一间院子 男子将卡尔押进仓库内 紧接着拿掉卡尔的面罩 掏出他的手机打回了豪宅 卡尔的这通电话让众人惊慌失措 他让杰克给自己准备一千万的现金 放进机场的垃圾箱内 没等卡尔说完电话便被男人一把夺了过去 而豪宅内因为卡尔被绑慌了神 得知卡尔被绑 所有人把矛头通通指向了后妈 气急败坏的杰克带着众人来到后妈居住的地 然而当大家赶到的那一刻 屋内早已经人去楼空 而此刻的后妈被干爹带到了另一处地 并且此处正式关押卡尔之地 后妈的干爹为了能顺利得到前台 将卡尔带进了屋内 殊不知干爹的这一举动 让卡尔更加确定后妈与此事扑不了关系 卡尔质问后妈是不是绑架自己的主 面对卡尔的一会 后妈并未过多解释 只能将怒气撒在干爹的身上 后妈的维护者的干爹再次将卡尔绑了起来 未能早日解救卡尔 杰克按照要求将赎金放在了约定地 随后绑匪几人前来查看 当满满几箱现金如约而至的那一刻 干爹兴奋的不知所措 立即就要带着后妈踏上逃亡之路 但老头却并不知 伊贝已经偷偷跟在后面 并且来到卡尔身边 正当伊贝要为卡尔松绑的那一刻 几名壮汉纷纷来到他的面前 伊贝就卡尔不成自己却同样的被抓 是偶然还是另有预谋 就这样伊贝后妈三人被老头带到了机场 然而就当老头将所有钱统统装好 后妈心中便有了一个计划 看着干爹手拿枪对准伊贝卡尔的方向 后妈直接冲了上去 不仅撞倒干爹并且枪也到自己的手中 随后干掉了干爹的心术 紧接着转身就是一枪 谢谢大家